好 继续再看位在中校东路五段精华地带的五度C SPA美颜会馆之前传出倒闭了 就引发了已经缴了会费的消费者抗议 不过呢 业者下午赶紧出面灭火 他们强调已经跟会员达成协议 绝对没有恶性倒闭 因为我们要做疑点的动作 所以我们也是也好好的跟客人说明 表明说我们还是会好好的为他服务 SPA业者由律师陪同一起召开记者会 强调这间分店不是倒闭 只是迁移会馆 就连传出会员不满 也是误会一场 现在都已经达成和解 这一次真的是因为可能作业上的疏失 让这个余香姐觉得说好像怕不被受到尊重 那时间上有拖累了 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已经有两百多位会员 已经完全做好 我们转换到其他店的程序 这家SPA会馆原本有两百多名会员 传出财务危机后要换地点换品牌继续经营 引发会员不满 不过经过业者协调 会员大多换了等值商品 或转往同集团的其他SPA会馆继续课程 他们会要求就是客人每次去 他可能每次就会要他买东西或买课程这样子 然后他们心情可能就不是很舒服 SPA会馆不断怂恿买课程 甚至由会员累积购满了一百三十多万元 为了避免商家倒闭 让消费者血本无归 消保官建议这类消费最好用信用卡刷卡 才有机会支付降低风险 明知新闻小新闻吴培佳台北报导